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肥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这颗月亮石 我在2022年10月3号 发现它叶片裹冻之后脱盆 我把它整个修掉让它重新发根 结果等了一个半月 发现它的根居然从里面爆出来了 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它的结痂面太厚了 所以才会造成它发根速度这么慢 然后我就拿刀子 把它一点一点的把那个结痂的地方扣开来 结果发现里面很多很多小白根都卡在里面 这个叫难产吗 那我现在是医生 帮它顺产中 我想了一下 会不会是因为教我种肚肉的老师说 切这个刀法也是有讲究的 我当时是左右左右帮它这样子用力的磨开 可能是这个手法造成它的切面 阻值拉伤比较深 所以它的结痂就厚了一点 导致发根困难 困在里面 所以我现在就是把它的结痂面慢慢的扣开 因为通常多肉都会在一个月内就会发根了 而这个我等了一个半月 然后发现它的根把那层结痂给撑破了 原来我等这么久就是因为结痂面太厚了 好啦 这就是我处理好的样子 这个面整个变得嫩嫩的 而且根都露出来了 因为我这样子扣它 应该是有造成一些伤口 所以我晾个几天再入盆 因为发现月亮时有这个情况 然后我就把这颗 也是我等了快两个月的罗宾 我仔细看它的面好像也是结痂有点厚 我就扣扣看 因为等的时间真的有点久 我又不想再补一刀重新再等待 所以我就试试看用这一招 轻轻的把它的结痂面扣起来看看 扣超久的 发现它的结痂真的很厚耶 终于扣出一片了 结果真的发现它的结痂很厚 那我就看看里面有没有发根的迹象 我打算把这一层结痂面给扣干净 哇 扣完了 然后我发现它里面凹凸不平的 好像有要发根的感觉 可是因为结痂面太厚了 所以卡住了 那我就先这样子放在架子上等个几天看看 这是我把结痂面扣掉之后等了一个礼拜左右 终于冒出根来了 超开心的 这个等了两个月左右 我终于可以帮你入土啦 这是刚入盆的罗宾 这是刚入盆的罗宾 一个月之后明显发现它变胖了 叶成也变多了 把结痂面扣一扣的方法真的有效耶 很快的就长根了 这样子就不用再切一刀 重新等待发根 又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这也是把那个结痂面清掉之后入盆的月亮石 这个是现在月亮石的样子 也整个变胖咯 叶成也变多了 那它消耗叶片的样子像果冻一样 我都不理它 除非它不正常的像之前这样从中间开始耗叶 我才会脱盆检查 那我的等很久都不发根的处理经验分享就到这里 哦对了再提醒一下 扣完是有伤口的状态 那至少量个两三天再入盆哦 才不会因为伤口非常的粉嫩碰到水而烂掉 好啦谢谢您的收看 大家拜拜